你们觉得潘多拉的设计好看吗 讲道理这些产品放到2015年 我们还不觉得它有那么的土 有这样一个珠宝配饰品牌 它的名字叫做潘多拉 大家对它应该是不陌生的 因为它几乎在各大购物中心都有开 仅在中国它就开了超过200家门店 这个品牌啊在很多年前 那可是非常辉煌的 它一度成为了全球销量第三大的珠宝配饰品牌 可如今2022年财报已出 它在中国市场的业绩表现 迎来腰斩是一个直接减半的程度 主要是这真的很奇怪啊 2022年潘多拉的全球业绩 其实是依旧在增长的 所以非和中国市场会如此特殊呢 一个免费的点赞鼓励创作者 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 潘多拉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心语衰 同时本频道也期望以该品牌为例 去尝试探寻中国消费者最新的消费观 潘多拉是一个来自丹麦的品牌 创立于1982年 满打满算 到今年2023年 左不过才41年 相比起其他的珠宝配饰品牌 高情商评价 那就是年纪轻轻 工程名就 这小伙子不错 第一情商评价 那就是 哟 感觉就是一个没有悠久历史背书 全靠营销火起来的品牌 那创始人夫妻呢 最开始从事的 其实是小规模的进口零售工作 他们在泰国进口珠宝 然后再回国销售给丹麦人 看到这里 咱们算是明白了啊 这品牌一开始就是中间商专插家 不是靠设计发家的 后来 随着生意壮大 夫妻二人就结束了零售业务 进一步升级 做起了泰国珠宝的代理商 他们会把泰国的珠宝 批发给丹麦的客户 那通过做批发 积攒起了一笔财富之后呢 夫妻二人就再一步将业务升级 他们转而聘请了专业的设计师 并在泰国建立起了生产基地 开始搞原创 不得不说啊 一步步走过来 潘多拉还真的蛮有商业头脑的 于是 凭借着东南亚地区的低生产成本 和高效的供应链 潘多拉品牌就得以为大众市场 提供价格比较容易负担得起的 手工珠宝首饰 但该品牌成功出圈 靠的还是他们的王牌 Champs串珠手链 这应该也是小伙伴们 最熟悉的潘多拉的产品啊 串珠手链 顾名思义 你可以在店里面选择想要的手链款式 完了之后 你还可以自行选择 想要挂上手链的串珠和吊坠 惊人的是 潘多拉所推出的 串珠挂式以及手链的款式加起来 这么多年累计 估计有千来种 直到现在 各类串珠都还在频繁上行 大家看啊 一根手链 它大概能串15颗挂式 咱就是说 排列组合一下 一个Champs系列 至少能够有千百万种玩法 既如此 消费者在购买手链的过程 就仿佛自己本身也参与了这一条手链的设计 而且这一份设计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串挂满了各类挂式的手链 是深刻的打上了属于你自身的烙印的 潘多拉的这一种经营模式 成功引得很多消费者入局 我们自己也可以带入一下消费者心里 年轻爱浪漫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一颗珠子 小几百 偶尔买一颗来纪念生活的重要时刻 好像也不过分 还蛮有意义的 所以长时间下来 你买了一颗珠子 那只是开始 可能接下来 你就会想要买第二颗买第三颗 第一颗珠子是星座 第二颗是幸运数字 第三颗是纪念 毕业 拿到offer升值掌心 那第四颗就可以是solo多年 终于恋爱的礼物 那第五颗呢 就是发现对象出轨 然后分手的纪念品 那第六颗就可以是 你看不惯的流量明星终于糊了 你买来庆祝一下 那第七颗可以是你喜欢的 IP和潘多拉推出的联动珠子 等等等等 潘多拉有无数的系列功力挑选 欢迎光临 谁挑选 而且啊 这条手链 你挂满了 你还可以入手第二条手链 继续接着玩 所以当年潘多拉大火的时候啊 很多入坑的小伙伴就会说 买这玩意儿会上瘾 而根据财报显示 潘多拉的串出手链业务 的确是品牌的核心 在公司总收入占比里面高达七成 同时也正是因为 这个串出手链的商业模式 潘多拉在2010年代 一度跃升为全球销量 2015年潘多拉官方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而到2020年之前 中国的线下门店数量 就迅速扩大到了240多家 这个速度非常吓人 所以大家可以回想 我们读书那会儿啊 大概就是16到17这几年 真的超级多同学 他们生日过节都是无脑送潘多拉 那大概了解完品牌历史 我们不妨也来研究一下 它在中国市场 为何会在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迅速衰落 通过2010年到2020年的数据 虽然偶有波动 但我们能够看到 潘多拉的全球销售额 整体呈上涨趋势 而根据潘多拉官方发布的财报来看 2019年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总收入为 19亿丹麦克朗 全球总收入为 219亿丹麦克朗 而在2022年 在全球市场总收入迎来增长 达到265亿丹麦克朗的前提之下 中国市场的总收入仅为7亿丹麦克朗 因此 我视频开头说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迎来要展 真的没有任何夸大叙事的成分 所以 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 设计不行 这应该不是我的主观一段吧 群主们 你们觉得 潘多拉的设计 好看吗 讲道理 这些产品放到2015年 我们还不觉得它有那么的土 而在它刚入驻中国市场的时候 大家因为新鲜感很很开冲 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可是现在2023年 等我们冷静下来再回看 我会发现 希腊典故真是永远的神 它老早就给我们发出了警告 没事请不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否则 你将会看到一堆灾难 主要是 咱们中国有义乌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 潘多拉的运营模式就很像快时尚 上新速度过快 又多又杂 没有特别突出的明星产品 那同样是轻舌定位 人家施滑落实骑 好歹还有个天鹅呢 我谢谢你啊 别骂了行吗 说实话 你要是不说这是潘多拉 把这些珠子啊 链子丢进义乌市场里面 是丝毫不违和的 况且 我数据得罪人的 义乌的设计可能更天马行空呢 第二个原因 质量不行 价不配位 随便几颗珠子 加一条手链啊 怎么着 也得好几千块 可是 在网络上搜测评帖 可以看到一堆人在 赌造品牌的质量问题 互联网时代 信息比较透明啊 潘多拉的产品 它多以银 这种非贵重金属材料为主 而它的生产基地啊 咱们也说过了 是在泰国 那明明是较低的生产成本 却卖出了金奢的价格 这可是在珠宝配饰行业啊 朋友们 潘多拉产品的毛利率 居然超过了70% 部分产品甚至可以达到 那一天的75% 这性价比低的就有点离谱 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嘛 那你三个原因 轻奢珠宝品牌们 在中国市场 恐怕已经见到了 业绩增长的天花板 跟随中国经济一起快速成长的 还有中国的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 从不了解设计品牌 到对每个品牌的明星设计 如属加珍 只用了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 在更注重社会性的东亚文化当中 时尚着装它是有着更强的社交属性 当东亚消费者在做出购买行为时 会更多的将品牌背后的身份价值 纳入考量 而基于中国消费者 如今的时尚知识储备 我们早已能够对各大品牌的社会价值 做出较为清晰的品牌 因此 面对当下的经济环境 中国消费者当下呈现出两种极端 顶级奢侈品牌 和性价比极高的快时尚品牌 受到追捧 而那些不上不下 对提升社会形象没有帮助 易过时 不保值的轻奢品牌 则受到冷落 以利丰集团为例吧 它旗下有卡地亚 凡克亚宝 布切拉提 僵尸单顿等等 顶奢珠宝万标品牌 利丰集团销售额在2022年 同比大涨44%到192亿欧元 创历史新高 其中包含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增长高达32% 而除去日本的亚太市场 占集团总收入的41% 另外 利丰集团的珠宝部门收入 更是同比大涨49% 所以啊 这些数字已经足够说明当下消费者的心态 有网友 在某篇潘多拉的相关文章里面 就这样评论到 搞不懂现在还在买 潘多拉的人是什么心态 我还不如暂先买个卡地亚 或者Tiffany呢 可见 中国消费者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将过多的预算 花在轻奢珠宝品牌上 首先 高净值人群 看不上 其次 普罗大众在淘宝拼多多50块 就可以买到一堆 而且还包有 既如此 潘多拉的竞争力 到底在哪里呢 而第四个原因 则是中国本土珠宝配饰品牌的崛起 进一步挤占潘多拉的生存空间 中国年轻消费者啊 近来 对黄金配饰的看法改观还蛮大的哈 以前啊 我们一说到黄金配饰 大家都会想到 这些画面 就是觉得很俗 很土 但现在 在投资保值的需求之下 越来越多人观察到黄金的价值 那现在 在年轻人群里当中兴起的 那个买金潮 在网络上 就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声量 比如Prada 最近不是也推出了高级珠宝系列吗 那Prada用的主要材质就是金 而包括周大福在内的头部国货品牌 他们于近年也推出了非常多 价格让年轻人可以负担 设计也更加现代化的产品 而且 讲道理 卖的真的还不错哦 我发现很多小伙伴 其实对周大福卖的究竟有多好这回事吧 这是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 周大福2022年财年销售额 换算过来 接近120亿欧元 赶超了爱马仕整个集团年收入的 116亿欧元 同时也超过了LVMH集团 年销售额高达105亿欧元的 珠宝晚表部门 而这个部门涵盖了Tiffly 宝格丽和另外几个晚表品牌 所以综上所述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 真的不容乐观 中国消费者在2018年开始 就逐渐对潘多拉这个品牌驱媚 业绩增长就已经开始放缓 稍显发力 到2022年 更是直接毫不客气地 给你来一个腰斩 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 品牌也不是没有想过对策 比如说明星策略上 他们就请来了 关小彤 许光翰 宋祖尔 我们不要针对明星 这个具体的个人了 我们把明星当成一个 由团队包装出来的IP吧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 这三个IP 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 真的有足够多的吸引力吗 他们的死忠粉年度 真的够高吗 此外 品牌也尝试着去建立自己的社群 比如说开设线下咖啡店 去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 但此去显然收效甚微 消费者并不会因为 你潘多拉的咖啡好喝 而走到你品牌的商品株装面前购物 这是本末导致 大众选择走进品牌咖啡店 底层逻辑是 我认可这个品牌的价值 和品牌的影响力 比如说 提夫尼开一个咖啡店 我可能就想进去坐一坐 吃一个提夫尼的早餐 假装自己是澳大利贺本 但如果是潘多拉开了咖啡店 民众打卡的欲望 又有多少呢 你会去吗 所以 果不其然 潘多拉在中国开的咖啡店 也已经关停了 轻奢 在中国消费者看来 已然是一个伪概念 而定位尴尬的潘多拉 要想重新夺回这个 拥有14亿人口 有着无限潜力的市场 要做的 远不止随便请几位明星 开几家咖啡店 这么简单 视频最后 我也想借这个平台 看看广大小伙伴们 对这个品牌的看法 我确实也很想问问 你们这群人数众多的智囊团 这么一个问题 在中国市场 潘多拉下一步 到底该怎么走 OK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别忘了点赞 支持创作者 最后 关注我 这里有更多深度有趣的时尚资讯 咱们下期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不吝点赞讯栏连结